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谢谢你在每天的同样时间 守着988新闻线 我们马上要跟你分享 今天新闻主线 敦马说马康的名字要保留 而那字里就说联想到悲剧 那就换名字吧 警方援引强奸条例来调查 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就发文告来证明他的清白 如果州政府两度 悠转青年的定义 慕尤丁就说 王室其实不应该介入的 部分解除PTPTM黑名单 祖来达就说 只可以贷款和买房 贷款来买房子 先来说一下 有关这个PTPTM的消息 就好像刚刚讲到的 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解除了这个PTPTM 拖欠者列入中央信贷情报 咨询系统叫做 Secrets 这个名单里面 就是这个黑名单里面 把它是解除开来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解除之后 就是代表说 他们可以贷款购买房子 但也就只是可以贷款买房子 就是买车也不行 其他东西都不行的 这个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组 来答跟大家说的 他就说解除了这个 Secrets黑名单的欠款的人 就只能够买房子 像刚才乡君也说 不能够买车子 还有其他物业 都是不能够买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西蒙在509大选之前 曾经承诺会废除PTPTM的黑名单 同时也允许借贷者的月收入 超过4000令吉的时候 才开始还钱的 后来多多转转到去年底的时候 PTPTM的主席旺塞富就站出来说 他在西蒙竞选宣言中 写下这个承诺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PTPTM被拖欠高达390亿令吉 而根据当时的数据 就有大约140万人拖欠贷款的 旺塞富还因为说 真的没办法履行这个承诺而道歉的 OK那PTPTM曾经在今年5月的时候透露 学生拖欠这个债务 预计到了2040年的时候 会增加到760亿 760亿令吉 那进而就可能会影响 以后学生如果要贷款的机会 就可能会没有了 那他们之前做的一个调查 还发现到非常有趣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新闻间也是有分享 大部分借贷者都以为 这笔钱其实是不用还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还钱 所以大家不还钱的原因 就终于是揭晓了 我觉得还可能是教育问题 会不会 所以我们其实教育是很重要的 而马华亚裔弹去国会议员 魏家祥今天就在脸书 提到了华晓师资的课题 是跟教育有关的 他说到华晓师资不足的动议 原本是初步列入 7月2号的会议议程里面 就是国会里面的 但是最后就被取消 那根据他的帖文 教总在今年3月份进行的研究 还有调查发现 就在马来西亚半岛这一边 750所华晓 总共就缺少了732名的教学 很夸张很夸张 同时从4月份到12月 将会有246名老师 陆陆续续会退休 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 上课的情况是严重的被影响的 魏家祥已经针对有关的课题 写信给议长了 就希望即使没办法 把这个动议纳入会议的议程 也提供一个书面的答复吧 那其实说到刚才有说PTPTN 就真的要还的 不然的话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教育 这一方面也真的是要做好 都会影响下一代 下一代很重要啊 好像最近国会都在讨论有很多关于年轻人的课题 其中一个就是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的这个动议了 首相敦马阿迪说 政府将会在明天重新提成2019年修宪法案 而新的法案将会纳入自动登记选民 以及把候选人年龄调降到18岁的这个念以荣 这个就是反对党的条件之一了 对那其实敦马非常有信心 重新提成的这个修宪法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有支持通过 他就讲说希望反对党不会骗我啦 因为之前反对党就提出这两个条件嘛 是因为政府说建议要把这选民的年龄降低到18岁 后来在野党呢就表示说 你只有符合两项条件呢 我们才会支持修宪 第一个就是要实行自动登记成为选民的制度 第二个就是把候选人的年龄降低到18岁 那现在敦马已经同意 他就希望在野党不要骗他 所以今天也这个新提部长赛沙迪 也正式把这个之前提成法案撤下来了嘛 明天会有新的啦 所以一旦政府成功修宪的话呢 下一届大选哦 国民的投票年龄呢 就会直接从21岁调低到18岁了 不过这当中好像困难重重哦 很多步骤要做 需要更新选民册这一回事 哇选民册耶 这是一大堆的东西啊 选举改革委员会主席阿杜拉希他 接受新报的访问的时候说 有必要在自动登记选民程序启动之前呢 就先整理还有更新好选民册 因为我知道现在选民册很乱糟糟啊 是每一次大选的时候一定会有问题 就讲说这个选区上面好像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一个屋子有多少个人居住等等的情况啊 就突然间被搬动到别的选区啊 等等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突然间要有新的措施来了 所以阿杜拉希就认为说 国民登记局务必在自动登记程序启动之前 先展开大规模的演习 让人民可以轻易的去更新大马卡内的住址 还有就是来纳入正确的选区了 不然的话就会出现 我们刚才提到那些状况 对他推测啊 当局可以在两年之内做到自动登记成为选民的制度 而且说到底他说其实也没有选择 这不是你可以不可以做到两年里面 一定要在两年里面就做到 可能就是要赶在下一届大选之前啊 不然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大选 现在已经满一年了嘛 随时过了三年半只三年之后 通常过了三年就开始在大 好像在说被下一届大选 开始在倒数了 那其实说到这个已经降低 从选民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 看到市场调查公司Nelson呢 他们就有讲到啊 马来西亚的Zack世代呢 可能就会成为下一届 第15届大选的潜在政治造王者 哇非常重要 他们是在一个调查 就是在民调里面 就发现到说 这个民调名字叫做 明白马来西亚Zack世代 与如何达致他们 这样子 也是一个英文翻译 反正就是调查马来西亚的Zack世代 怎样去影响马来西亚的一个情况 就发现到说 1990年代到2010年出生的Zack世代 占了马来西亚人口的26%的 应该说90年代中叶 就是大概95年96年到2010年出生 对政策来说 他们都是Zack世代 那在2018年的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那时候就从1980年到2000年出生的 Y世代国民呢 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很宝贵的票仓了 就是我们的 对就是占了全体选民的一半 不过呢 最年长的这个Zack世代 我们现在推算的话 像刚才我们说的年龄 现在他们最年长就24岁 如果这个18、19和20岁的青年 真的也可以投票了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 到时候就会有接近150万名 Zack世代的选民 就可以履行国民义务 报告就点出了 Zack世代生在互联网普及的世代 是真正的数码原住民 而不过政治分析议员就认为说 如今谈到Zack世代在第15届大选的这个投票动向呢 其实还言之过早 不知道他们会投给谁 但他们绝对是左右整个局势的一个造王者 非常重要的一个造王者啦 是 可能到时候大家宣传的管道就要往这个网上去 互联网那边去主打了 那其实另外一个跟年轻人很有关的课题呢 就是最近也是在国会一直讨论到的 就是这个青年的定义啊 之前很多人就是因为说 上下调了青年的定义 导致很多人已经不是青年了 大家就是通过了一场 从美女边安丁那种想法 反正就是因为国会下议院日前就三读通过 把这个青年的定义从40岁调低到30岁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呢 柔佛州大臣那边就是沙鲁丁就突然发文告说啊 柔佛州的政府决定维持40岁的青年年龄上限 就希望说可以继续去推动 一早已经制定的青年计划 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 柔佛行政议员谢奥玛就发文告宣布 州政府悠转了会支持中央政府的决定 也就是把青年定义的年龄上限调到30岁 然后再没想到的是 同一天的晚上谢奥玛又发出第二篇的U转文 我们把它叫做U转文好了 他说在经过详谈还有数方面的劝告之下呢 还是决定维持原来40岁的青年年龄以上 就是不跟中央政府的决定就对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有点像是每次我不知道那个路怎么走 就在那个route 我把我再转多鸡圈哦 转多鸡圈再想看一下要去哪一条路 然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个 一个告示牌跟你说 哎你现在应该要怎样啊 然后去下一个路口说又这样啊 然后一直不断的思考就在那边转啊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 大家很乱 可能洛福州的人民也是很乱 来到今天凌晨的时候 洛福州王储东顾伊斯迈呢 就在推特上载了一张照片 显示说他曾经就是会晤了 沙鲁丁还有谢奥玛 就刚刚讲话的那两位 那无论如何呢 东顾伊斯迈其实没有阐明说 到底什么时候去见他们的 那这件事情多多转转 来到今天啊 媒体就去问到了 青体部长赛沙迪 毕竟这是跟他有关的嘛 那赛沙迪的回应是什么 他觉得你们媒体去调查吧 就说为什么洛福州政府 会在这个青年定义的 这个修法的事件上面 一直在转变立场 他也不要说 他说你们自己去调查 他就透露啊 这个星期五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也是会去再讨论这件事情 那此外他也是有确认 在提成修法之前 已经跟所有的州属 掌管青年事务的行政议员 有讨论过 而且是没有人提出反对的 他就说这些讨论都有进入在案 感觉上还是有点 不是太开心了 是的 好像有点无奈 柔佛州政府呢 就是那刚才有说过嘛 在几方面的劝告之下呢 二度的悠转 就决定维持原来的青年40岁定义 而这个内政部长 慕尤丁方面就希望 柔佛王室不要插手州行政事务 突然间把王室给拉进来了 他就说根据他的了解 柔佛王室针对青年定义修法 表达了看法 但是他认为 柔佛州政府应该要有空间 落实跟中央同样的政策 慕尤丁也说到 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困惑 因为国会已经深入的辩论修订案 而柔佛的国会议员 也全部支持这一项法案 那他知道说 柔佛王宫那边是有意见的 但这个是行政事务啊 所以州政府应该有空间 去落实这些统一政策 避免出现混乱嘛 那就有媒体就问他了 有关有传闻说 这是干预是来自于 柔佛王室东国一丝脉的 慕尤丁是不愿意正面回应 他只表示 从报纸上知道而已 不要说太多 既然这一个这样子兜兜转转 当然有人问到了赛沙迪 问到了慕尤丁 也有人问到了敦马 OK那不过敦马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他是不愿意正面回应这个事情的 他今天是在国会走廊的时候 应该就是被媒体截听了 就说 他就这样子讲 这是柔佛州政府的问题啦 他说不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我也没有办法去回答 他认为啊 我们必须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那对于柔佛州政府 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讲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 所以他也兜兜转转 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咧 因为敦马坦言 不要裁员的情况下 因为他不裁员就会增加重振 这个马航的困难 是现在这样子的 昨天开始就已经讲说 有四份这个献议书 要收购 接手马航等等的 那今天敦马就说 如果不裁员的话 其实这一个重振马航的路 会更加难走 但是政府虽然觉得很难走 还是会保证马航不裁员 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呢 选择认同觉得不能够裁 就选择love这个选项 至于wow的选项就说到 不裁怎么样救马航呢 OK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B投选 另外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 因为今天是敦马的生日 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到说 敦马是从头贯穿了 我们整个新闻线 不同的课题 他其实都有做回应 下段我们还是会 就是更详细跟你讲 今天敦马生日 他说了什么生日愿望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奥敦马原来有两个生日的 本来晚上7点47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由我们继续在九波阿新闻线 陪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没错 因为昨天不是传出 皮立州一名华裔行政议员 涉嫌强奸女佣吗 当时候当事人只是通过一家媒体 喊冤 但是全世界好像知道他是谁 又好像不知道他是谁 那今天当事人就自己跳出来了 这个就是皮立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他今天发了一篇文告 郑重的强调自己不曾性侵 印尼女佣也全程的配合警方 会给予充分的合作 协助警方早日把事情 查个水落实出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有说到 这个印尼女佣的指控 是完全不正确的 他这样他觉得 这样严重的指控 他令他感到很震惊 很惊讶 那说到其实警方这一个部分 皮立州的总警长 纳莎鲁丁 他下午的时候就说到 有关的指控 就是指控行政议员强奸的 这个印尼女佣 就是这个受害者呢 已经接受验审了 那随着他的验审报告出炉 警方就会援引 刑事发点强奸条文 来调查追踪案件 同时他有说到 警方见证组呢 已经去到这个案发现场 就是那个住家那边 去搜集证据 那就希望说 有不同的证据啊 可以进行分析等等 同时呢 警方也是录取了 很多名证人的口供 也包括了这个 行政议员的家人的 纳莎鲁丁有说 警方在昨天 逮捕了有关行政议员 也让这名行政议员 接受医生的检查 之后呢 他也获得警方 允许保释外出 至于受害者呢 目前是被安顿 在一个安全的地点 直到调查报告完成 然后承交给五级阿曼 以及副检察司 来寻求进一步的指示 所以他说 现在受害者很安全啊 不过 刚有提到吗 这个警方就讲 昨天是逮捕了 涉案的行政议员 还说呢 录取口供之后 就是他已经 把他释放过来了 就是后来看到 这个行政议员的代表律师 今天回复 南洋商报的询问时就说 他不清楚 这个行政议员 今天有没有上班 或是有没有继续 去履行他的职务 不过他就澄清了 这一名行政议员 昨天晚上 并不是被警方逮捕 而是他主动去到 警局那边录取口供 希望说可以很好的 配合警方那边 而且呢 这个行政议员 具有很有力的 不在场证据 可以证明自己在案发 当时呢 其实不在案发现场的 所以拿到这里 现在警方已经去 着手调查了嘛 我们只可以让警方 继续去调查 不适合去做出 任何的评论的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国会以下议员 首相顿马哈迪呢 他就在那边说 政府接到很多 关于重振马航的建议 也有公司 有意收购马航呢 不管怎样 目前政府是还没有决定 要脱售马航 或者跟其他公司合作 或者参与重振马航计划 就是还没有任何订案了 敦马就谈言说 马航到现在难以重振 其中两大原因 就是不改名字 还有不解雇员工 不过他有说 不管做什么决定都好 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 这家公司的名字 必须跟我国 马来西亚 是有关联的 马拉迪还说 政府向马尼加 或者任何合作伙伴 开出的条件是 不会减少马航现有的人 就是不会裁员的意识 也会继续的去考量 员工的福利 那针对政府 要怎么样去解决 马航内部的这个提问 马哈迪就回应了 政府已经多次的 尝试重振马航的表现 但是呢 都失败告终 他说如果马航被脱售 或者跟其他公司 进行策略合作之后 还是没办法救马航的话 那政府也真的是 没有意思要再出手 搭救这家航空公司了 这样子讲到很惨了 他已经放话了 敦马就讲到说 要保留马航的名字 是其中一个条件 但是留步前部长纳兹里 他是不认同这件事情的 他就认为说 马航其实应该要换名 这样才可以重振 这家航空公司 他是形容马航 现在的情况 就已经是跌入谷底了 而且马航对他来说 就觉得等同于是一个悲剧 Tragedies 因为曾经发生过MH370 还有MH17的这一个悲剧 他就建议马航 就是Malaysia Airlines 可以换成Air Malaysia Malaysia Airways 什么都好 反正就是MAS 这个名字太负面了 那他有说 人们保留名字 就是因为幸运 But Kalau Satu Dahilang Dan Satu Da Kunatemba Change the name 就是他觉得 你换一个名字会更好 反正他就觉得 你这个幸运 一个部分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个就被攻击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已经没有要保留 这个名字的意义了 有空的话 应该可以去看 他的那个视频 他讲得非常的 这就是他在 新报的专访那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 刚才就一整段都提到他了 他就是今天 主角 寿星 我们先给他 现在送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吗 对 今天7月10号是他的 94岁生日 他在国会那边 也收到很多的祝福 对吗 也是收到我们祝福 真的 Hello 那其中在记者会的时候 他是很调皮的问媒体说 你们要祝我生日快乐吗 就马上提醒他们说 今天祝我生日 那媒体朋友当然就是 很识相的送上祝福了 那记者会之后 大家还一起唱生日歌 给他听 那敦马除了是觉得 非常感谢他们之外 还比出一个强壮的手势 这样子 很有趣 今天拍了很多 我觉得很可爱的照片 包括说还有那个剪刀手出来 对那宝藤公司 也特别送上一辆崭新的 X70修旅车的模型蛋糕 我看这个新闻那时候 我想哇 就宝藤送修旅车 结果换的模型 模型蛋糕 然后给敦马 然后还写上了赫子 当中又写着说 祝福敦马哈迪和夫人 敦西蒂哈斯玛 生日快乐 那敦西蒂哈斯玛 其实在后天 也就是7月12号 也会迎来他93岁生日 对就差几天 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印象 他们两人夫妻 那从昨天晚上开始 社交媒体就开始 陆陆续续给敦马 很多的祝福 今天早上 敦马就先通过脸书 感谢大家 如果你有份祝福的话 敦马就感谢你了 在铁文中就写到 我的生日愿望很简单 让我可以完成工作 把马来西亚走上一个 复苏之路 我觉得真的是工作狂 那他自己 就是他也贴 在贴文中 就附上了三张 穿着西装的照片 其中一张就是 对着镜头 比出剪刀手的 我觉得那个很可爱 我自己都觉得那张照片太可爱了 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 今天早上也是透过脸书 就祝贺敦马 就表示说 期待欢迎敦马 还有他的夫人 下个月去到新加坡那边 出席 出席国庆的庆典 那马拉迪今天就生日嘛 之前他也接受了一份专访 就谈到他的个人喜好啊 儿时的记忆啊 等等的 那他就回忆到 小时候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区长大的 当时候除了一家销售 这个松共 还有这个青铜器的商店之外呢 就没有其他商店是马来人经营的 而他就想要 马来人的成就是引以为荣的 可是呢 那时代就是英殖民时代 他是没办法看到能够让人自豪的事情 那他坦言 他自己现在最大的失败就是 没办法去改变马来人的习性 还有价值观 他说他这一生当中 是尝试努力改变马来人 希望他们可以与时并进 但是呢 他很无奈的觉得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维持现状了 那其实还有分享到说 自己最喜欢的歌手 就是City Noiriza 然后他比较喜欢喝咖啡多过茶 然后他最喜欢 就是最爱访问的国家 就是日本等等 而且他特别提到了 一顾的他的母亲啊 望登巴望 他说母亲是他一生当中 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因为妈妈把他带大 然后教他如何成为一个好人 教他如何做人啊 教他应该做些什么 这样的事情的 不管会不会超时 我觉得还是要讲 接下来这个 因为原来他的生日 有两个 今天我们整理资料才知道的 除了今天之外呢 你可能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12月20号的 就是他的身份证那边 是写着12月20号的哦 也是所谓的官方生日 但其实 他是在1925年7月10号 在亚罗斯达一个甘凤出生的 而登马两个生日 这是后来才揭发的 他是在1968年的时候呢 有其中一位算是学者吧 他就在论文当中提到说 马哈迪的父亲就是为了安排他上学年份 所以刻意的延迟登记马哈迪的这个出生日期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12月20号生日的 直到后来呢 首相就是马哈迪的夫人敦斯蒂哈斯马 他接受新报访问的时候才真正的告诉大家 其实顿马生日呢 是在7月10号 嗯 所以到时可能就是到另外一个生日的时候 可以住一下官方生日快乐的 对也是可以 所以今天顿马生日他是主角 我们的现在还是跟他有关的 因为东拉坦言说 如果要重振马航的话 又不裁员 整个路会很难走 是非常困难的 但依然就是虽然如此 政府依然保证说马航不裁员 你认为呢90%的朋友是认为 不裁怎么救 那10%的朋友认为说 认同不能够裁 好吧 看一下留言方面 这个是威泰 他觉得他觉得马航寄生虫很多 而且航空现在很 航空业很难有引力 那他觉得这只会恶化马航 他觉得很多厉害的人都被赶走了 所以他觉得就需要先清除 这些所谓他形容的寄生虫 OK 那Jimmy Chang他就说 才高层就可以了 Eddy Fong就认为说 才不得 应该从高层开始减薪 保持马航开销平衡 这也是一个责中的方式 JJ就认为说 没有能力就不要死撑 连累人民去买单 而还有这个Jim Chang 他就说 才高层就可以了 OK 然后YC就说 身材过胖 不要说飞起来啦 就连在 就是竞技场上面 跟人家赛跑都难以追上对手 Hayden他觉得改革很重要 不然连你看之前 还不是请外国人来 就是打救吗 还是一样 最后还是辞职下场 所以大家其实 我们又有那种 希望他可以改革能够成功 然后在天空继续的 翱翔 翱翔的感觉 不过现在因为 已经有四份报告 四份建议计划书 在他们的手上了 当然专家可能他们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最后可以怎样去 再符合蹲马的条件之下 又可以拯救马行的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对 有人确定不会打救了 就是亚航 刚才有看到报导说 亚航会专注他们的数码化 所以不会帮忙 不管怎样 我是冠贤 对不管怎样 你是冠贤 我是乡君 不变的 对 然后呢 我们同样明天七点 会继续给大家新闻线 呢